福元爱去年3月被报 仪式婚内出轨横宾南 结果7月就火速分手 将红杰辅正新男友 日前横宾南前期 因饱受舆论压力 对福元爱提告 并说自己握游两人暧昧铁证 求求5100万日币 约台币240万元 结果福元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照常过日只分享日常 结果这样的行为惹怒大陆网友 几皮三观不振 要他不要再去大陆 结果15日 福元爱透过律师 发了简中跟日文版声明 开头就否认介入婚姻的说法 表示关于被介入他人婚姻的相关法律诉讼 原告已于2022年11月15日撤回 而撤回的原因 是双方透过律师的协助下已经厘清 福元爱与原告丈夫 有侵害配偶权疑事是五节 发这份声明有先征求原告同意 且强调原告只是普通民众 要大家不要再打扰他的生活 今后如有关此事 对于原告或福元爱的不实报道 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 原来这样强势的做法 果然获得大陆网友支持 纷纷留言为他加油打气